那這門課 那我的名字吳清輝 你Google 你Google我的名字或者你Google吳老師 應該都會在第一個或第二個連結出現 你如果Google吳老師 第一個呢 基本上就是會出現在 就是第一個是我的YouTube頻道 好那我 其實我也不認識分享一些影片啦 因為我覺得 其實把大家交會 對 對 我想對整個環境是有幫助的 至少說年輕人看一些 因為現在年輕人很喜歡看YouTube 總不能總是看一些搞笑的 或者吃喝玩樂 我看 我女兒每天都在看一些什麼開箱的 然後我說你一定要看吳老師教學部落格啊 他說看那要幹嘛 當然比較不能 不過至少就是你看了之後 總會有一天想要學習吧 要學習的話 上面總會有一些東西讓你學習 而不是只是 搞笑的 玩樂的 不過呢 但第一個 我再簡介一下我自己啦 那如果你要Google我的東西 其實蠻好找的 那我在YouTube上面 放了非常多的影片 歷來我從2006年YouTube開始 我就已經有傳影片上去 一直到現在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我教的課程其實 會 比較偏難一點點 今天這個課程算是對我來說是最基本的 我大部分其實都在教城市 城市類的比較多一些些啦 但是也不影響啦 我盡量就是說 放慢我的步調吧 不過我可能會看實際上的狀況 如果大家都已經跟上了 我就往後 再繼續講 不過這個 太難或者是太簡單 可能會取個中間值 那如果你覺得 可能比較難的話 沒關係回去 再仔細的再看過影片或怎麼樣也是一個方式啦 因為不然的話呢一個課程今天要七個小時要把很多東西講完其實也不太容易 那 首先的話我簡介一下 當然我剛有提過就有關那個YouTube部分的話呢 我這邊訂閱人數大概是兩萬三千人左右啦 不是很多 但因為主要我不是搞笑也不開箱 也沒有什麼 就是教學東西啦 那主要用意我很簡單 就是說把同學 只要你來第一個你來上我的課我一定要幫你教會 這是我的職責 那第二個就是說如果你想學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輕易的學習 尤其是 年輕人 我覺得年輕人現在 真的資源匱乏的年代 像我們的年代我覺得資源還蠻豐沛的 念書的時候他都還有獎學金 現在好像念個碩士那個 獎學金都沒有還要自費 所以其實也是蠻辛苦的 那我自己本身呢 城市設計 已經大概三十幾年了 所以在業界已經打滾了很久 另外也有創業的經驗 所以相當了解 這個 創業的 辛苦啦 然後 所以呢 大部分都是實作經驗 那也就是我們這門課程我盡量還是帶一些實作的 而不是一些理論部分 理論是你做了會了之後 其實理論你就自然就懂了 不然你跟你講一些理論說真的還是太抽象了 做過你就會啦 會人家跟你講為什麼 其實你就很容易理解 那其他的話呢 目前在 一些學校 做一些 授課啦 另外的話在一些推廣中心啊 等等的 業界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值得一提的就是 曾經拿一些獎項啦 像資產公益基金會頒一個卓業貢獻教師的獎項給我 給去 前去年還 去年 然後文化推廣部 頒了一個叫趨勢先鋒的獎項給我 OK 這個只是 那另外的話我自己本身 也證照也是一堆啦 最近也考了一張Python的證照 OK所以最近那個有關Python不知道啦 就是 有關那個AI 這個部分用的最多其實就是這個語言 Python OK 那其他的話當然 在辦公室裡面 現在慢慢就是走向自動化 智慧化 很多事情的話你就不要重複做 不然的話你每天就做那件事情 人家可能一個案件就搞定你所有的事情 那你的工作可能就會被取代掉 這個你要有危機意識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可能你工作會慢慢消失 其實不是消失是 慢慢被電腦給取代掉了 那也就是說有些功能已經存在了你要會用 OK如果你不會用的話那你就變成 真的就土法煉鋼 那資料量少的時候還可以啦 勉強 但是如果資料量一多的話像現在大數據的時代 幾萬筆啊 還算少的 幾十幾百 幾千萬 那怎麼辦你可能用人工來做 幾乎不可能啦 所以 這些都可能要仰賴那個 工具 或者你可能要會寫一點程式 這個已經是時事所需了 而且現在教育部也把程式設計列為 中等教育 的那個必修課程 那現在很多大學 也已經把程式設計列為必修課程 不分科系喔 連那個人文學院那些其實都要學程式設計喔 像原始大學去年已經開始了 而且必修還四個學分 你不過還當掉你 不分科系喔 OK不是說只有那個念資工的人才 才需要學程式喔 以後的話你可能慢慢發現喔 你的那些身邊的小朋友都會程式設計了 那你不會怎麼辦 你就稍微就會有一個落差了喔 所以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的頻道觀看制度也蠻多的喔 然後 OK 接下來的話呢 講一下參考 參考書的話當然也是必要啦 因為我們這門課七個小時要全部講完 當然 不容易喔 也應該不可能啦 所以呢我只要抓藥鈴 一般人其實會有問題的 大部分都是看得懂書 但是做不出來 因為書裡面的他 基本上第一個文字敘述 第二個的話他沒有連續動作 所以你可能看第一頁看 再做第二頁你可能就卡住了 他可能有些畫面奇怪怎麼那麼 那你就不知道怎麼做是不是 所以喔我們主要是希望喔 反正就把那個連貫動作教你怎麼做啦 你會了之後你再去看書 你就把書當 參考書嘛 或者是當那種就是 查閱的書籍就OK了 但理論我也覺得像這種電腦書喔 你把當工具書就好 因為你要真的拿他來閱讀喔 真的是寫得非常的不好 因為他沒有第一個他沒有連貫 很多是沒有連貫性的 第二個呢那個作者的文筆差差到一個不行 文詞用詞 那個表達各方面我覺得都非常有問題 他也不會用一些很生動啊 活潑啊 舉例啊 或者說故事啊都沒有 你看電腦書喔 你當然買來 沒多久你可能就把他 訴諸高格了 因為那寫電腦書的人好像都比較沒有文材 而且沒有想像力 並且不會說故事 這個是一個還蠻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 念那個理工方面科技的人 最後都會變 會變這樣 毫無聲趣可言 跟他聊天完全 搭不上槍 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生活裡面沒有一些 好像除了工作以外的東西 不當然好 每個人 所以呢這邊介紹一本書就是有關那個 樞紐分析表 那這本書其實寫的已經算是非常好 圖文並茂 但是如果說你要藉由自學 來看可能會還是很 不容易吧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會舉一些實際的案例 讓大家呢 暗部就班的 真的把樞紐分析表 徹底學會 那我會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先把資料整理好 資料整理成什麼呢 樞紐分析表 他可以讀取 這樣的一個資料形態 這樣的資料的格式 那我稱他叫資料正規化 OK所以第一個階段 那這個資料正規化呢 也不是土法煉鋼 你還是要懂得什麼呢 這個可能會有個前提 就是說 你可能還是需要會一點 ECL裡面的 基本函數部分 所以如果你對於ECL裡面的函數不熟 你要做資料正規化 也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沒辦法 你在ECL裡面的話 你就要知道ECL哪些是比較重要的 ECL函數 那在我們這個 後面還有個進階班 進階班甚至會講到一些有關程式的部分 就是自動化 全部都一鍵按下去 自動 那個報表自動幫你產生 按一下 圖自動幫你產生 看你要什麼圖 就自動產生什麼圖 那個部分當然就是要 不過是進階啦 我們現在是基 基礎 OK 當然你 變成說你這個課如果學好 你覺得很有心得的話 也許你再去延伸 去上那個課 不過我覺得學習還是要有一個 熱情跟 興趣啦 所以你要想到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學會這些東西 你可以上班更悠閒 對因為你效率提高了 你時間變多 那感覺會 CP值會還蠻高的 所以很多 同學很多上網我的課都說 老師你的CP值非常高 我覺得投資你這個課程 對於上班來說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時間省掉很多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剛提過有關的函數 可能也要需要會 那我推薦這一本 這本也是實作 他總共有468招 就468個範例 也就是如果你要把 你是要留函數 全部學好的話 那裡面有468個範例 所以如果你把它做完應該已經下下教了 不過180 這本也有點偏難 那其他的話再來就VBA程式啦 不過這個可能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那其他的話呢 因為我們講義的篇幅有限 所以呢有一些資料無法 完全的呈現的話 請各位可以到那個我這邊有個網址 GOO.GL 有個叫PIVOTABLES PIVOTABLES就是那個 樞紐分析表的英文名稱 前面是GG.GG 那你連上去的話上面就會有更多的補充資料 如果你需要的話 那底下有個QR Code 如果你可以你需要的話掃一下就好了 這個其實在你們的那個講義裡面都有這個 這個頁面 那就是自己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就自己再掃一下這個 QR Code就OK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進入到我們的主題了 我們的主題裡面 第一個是有關那個通訊產品的一些相關簡歷的統計 不過呢 我們可能會需要做幾個步驟 也剛剛提過 第一個就是資料的正規化 也就是說你要提供給樞紐分析表的 是他能夠 讀取 並且能夠判讀的 資料 類型 那所以呢你不能隨便給他一個 否則的話你可能就不知道該怎麼分析他 那第二個的話 怎麼去建立樞紐分析表 那你已經準備好資料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樞紐分析表 那再來的話樞紐分析表裡面有沒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功能 我們一定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話會影響你將來的相關設定 那這邊我都會 藉由 實際上的範例 逐一的讓各位了解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 都是跟樞紐分析表 包含就是說呢 新增 怎麼跟新增移除 這些欄位 也就是你有很多欄 那你比如說你要做交叉分析 比對 統計分析的話 那你要 怎麼新增 怎麼去移除 第二個的話呢怎麼去調整樞紐分析表的欄位 另外的話呢甚至可以去做篩選 所謂的篩選就是說呢 可能你 這個欄位裡面有很多 資料 像 什麼 台灣可能有分 北區、中區、南區、東區 那可是你只想要篩出北區跟中區的話 那你就是用篩選 篩選的意思 其實就是留下你要的那個 你要統計的那個部分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怎麼去更新 怎麼去改變他的一個摘要方式 甚至是美化 那最後呢我們會 再繪製成圖 就是有那個表格 有書納分析表格的之後 那你可以針對這個表格 去把圖畫出來 那當然 一般人 還是看圖會比較清楚 你看表格有時候還是沒辦法看到 這個你想 了解的那個數據 看圖有時候 高高低低馬上一目瞭然 那你再回頭看 那個表格的話可能會更加的清楚 OK 所以要怎麼去做這些東西的話 我們主一的 按部就班的來跟各位做說明 所以呢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就是開啟那個 我們要的這個 練習的檔案 所以各位應該也 有 折到那個上課用的範例檔案了吧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要跟 那個 我們工作人員再折一下 不然的話 等下練習會沒有檔案 那如果有的話 有沒有沒有折到 那 如果 有折到的話就開啟那個 通訊產品統計 後面瓜哥有個原始檔 這個檔案 把它點兩下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通訊產品的那個 一個練習檔 那這個練習檔裡面的話有哪一些要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其實 會分成 三個部分吧 A到一欄的話實際上就是我們要的那個 主要的那個表格 但是這個表格有三個問題可能要待解決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用樞紐分析表 假如說你今天 要分析的話 你這個 裡面只有產品編號 那沒有產品名稱的話 你分析會變成說你出來那個表格裡面只有編號 沒有名稱 那怎麼辦你分析出來你 你將來給老闆看的時候老闆 這編號什麼 啊 你總不能說註解 請詳細 看一下下方有一個對照表吧 編號 這樣的話會暈倒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把那個編號把它查完給人家看 對不對 第一個 那可是問題 查表在哪裡 那個表其實就是在旁邊這邊 然後 也就是說可能有三項產品 編號 在左邊嘛 然後呢 名稱在右邊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把它查表出來 第一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也許你就是需要什麼 在你的C欄的地方先插入一個 空白欄 然後呢並且把這個空白欄的名稱 取作叫產品名稱 然後呢產品名稱你必須要把它查出來 這個地方 這個T01 就是對照到這個名稱 要幫我搬過來 這個搬過來的話當然不是叫你土法鏈鋼 你要想說有沒有什麼最快的方法 那理論上目前最簡單最快速的其實就是利用Excel裡面的函數 那裡面有一個函數啦 應該各位應該都有用過吧 叫Vlook函數吧 Excel裡面應該Vlook函數的重要性應該是數一數二的 如果你Vlook函數不會的話那很麻煩 你很多工作真的沒辦法進行 你就沒辦法查表 因為很多工作裡面 你從資料庫或者是從ERP 或者是從一些其他系統帶過來知道 他都會只給你編號 所以你怎麼辦 你一定要自己把那個名稱查出來 所以第一個可以試試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區域編號一樣會有個區域 所以你在一欄的地方按右鍵 一樣在插入一欄 插入一欄 那插入一欄這邊的話呢 一樣我們把這個區域的名稱 Ctrl C 一下 H把它放到這邊來 Ctrl V 一下 然後呢 這邊叫區域 可是問題你要把這邊 查過來 那查過來的話呢 會有 衍生到第三個問題說 你的區域編號 他是所謂的跨欄置裝 OK 那特別注意 我強烈不建議 未來你在Excel裡面 用跨欄置裝 這樣的一個格式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跨欄置裝的話 他其實只會 讓你將來 等於是說他三個儲存格 會變一個儲存格 那所以你將來要查的話很麻煩 那個公式 你那個要用V2函數 來處理的話 就會是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 函數裡面沒有那個 1對3 或1對2 或1對多 這種關係 那變成說如果你用跨欄置裝 你要再用V2函數查詢的話 一定會失敗 第一個會成功 但是後面就會失敗 比如說我們 假設啦 用V2函數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要怎麼解決 那請各位 先 把我剛剛講的問題 先解決 所以第一個 先那個插入 產品名稱 查詢 第二個插入區域的名稱 然後查 不過查可能要先把 這一個編號部分 的跨欄置裝全部先取消 取消完之後把它變回正常狀態 否則的話 你要查就會出問題 第二個的話你 將來放在樞紐分析表分析也會出問題 所以盡量 就是說 如果將來你要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那切記 盡量就不要用這所謂的什麼 跨欄置裝這種東西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未來你要 未給那個 樞紐分析表的這樣的一個 資料的話 盡量也盡量長這樣子 就是說你要的 分析的欄 你要自動把它先產生 產生完之後 你在樞紐分析表 才會找得到那一欄 你才有辦法去做後續分析 如果沒有 那很抱歉 你後續的東西 就做不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先 也許先試著做做看 三個問題 就是產品名稱怎麼查出來 區域怎麼查出來 那待會的話 如果做不出來沒有關係 我待會會解釋一下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們第一個要先完成 所謂的資料正規劃 那提示一下就是用那個VIRU函數 當然如果你不用VIRU函數 其他 只要是查詢函數 也都辦得到 這部分的話先試試看 那待會我再做那個